玉璃一处民宅还有一间仓库一大头就发生了火警 醒销赶到现场发现是仗余设仓库 屋主到场时说没有人在里头 只是剩下音响设备和冰箱 损失大约有四五十万元 总共消防单位出动了十台车 十七个人到现场灌旧 确认没有复燃之余 消防队员才离开现场 而至于起火原因还必须调查 大火窜起就在两栋房子的中间 这里是玉璃镇建国路三街 移动民宅以及仓库 13号早上9点多 消防分队接获民众报案 消防队前往现场发现是仗余设仓库 屋主接到电话也赶紧跑来 并说没有人在仓库为什么会起火 还说里面都是身材器具 大约损失有四五十万 上街是那个棺木店 棺木店因为电灯怎么会起火 我们这里没有起没有电 音响设备啊 还有冰箱棺木啊 对啊还有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宝站 大概在五六十 你看都在外面来 玉璃镇长龚文俊 请摩里长陈文祥也都到现场前往了解状况 镇长也呼吁民众 最近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 电气使用上要格外小心 当然天气巨变 尤其地震之后 有很多的公共设施 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尤其是电线 当然除了相关单位 各要尽快的来处理以外 也希望我们民众对于 基加这一些用水用火 这一些的安全设施 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玉璃队队长杨伟利说明 现场经确认没有民众受困之后 分别布线入室 进行火事控制 以及通风的作业 后续支援单位到场之后 进行残火处理 那到他现场之后 发现建国三街 跟他右侧仓库中间的杂物燃烧 那我们人员立即布线进行灭火 并分别破坏右侧仓库的铁门 跟进入建国三街18号民宅 搜索是否有人员受困 那经确认无人员受困之后 我们分别布线入室进行灭火 及炒光的作业 消防分队说 确认没有复燃之后 就离开现场 火事很快就受到控制 并且没有人伤亡 吸火原因以及踩损 仍带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